对于希腊目前的这个经济的危机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没有一个很容易的办法去解决的 首先呢就是评支机构呢 给予希腊目前的这个评级是历来最低 也是所有国家最低的 就是有做这个评级的国家最低的水平 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反映了他们现在的这个财经状况 不论就是每一年的经常性的一个这个切治的问题 还有就是现在的负债的水平 已经到达了一个不可能再就是收保的局面 在过去就是欧盟已经承诺会就是帮助这个希腊政府 不过就是因为希腊政府在过去 活得了这个欧盟政府的这个云作之后呢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做到就是欧盟政府要求他们 比方说减少公共开支啊这些的目标 他们从来没有满足过 因此呢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最后就是欧盟放弃这个希腊的话呢 当然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不过在现在来讲呢这个机会也是不大的 因为最终如果是欧盟决定了放弃在希腊的话呢 对于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不会太大的 不过呢就是因为这个情况要 未来肯定就是要承担这个希腊政府的这个这个这个债务啊 还有就是经常这样这个要付这个回步的这个情况呢 因此我觉得就是对于欧元来讲呢 肯定有一个负名的影响 因此呢 为了如果真的美元因为这个因素反弹的话呢 对于整个欧洲的资产的价格 不论是股票还是这个其他的 比方说商品啊等等 价格也有一个下跌的压力